要做到 我们给其他宗教往来 我们是真诚 无私 无条件 对他们奉献供养 昨天第一句诗 告诉我一个消息 他跟这些宗教礼修们开会 当中是回教还是印度教 有人 在他们教会里说话 说净空法师很喜欢布施 我们有困难要去找他 他们宗教里面的长老告诉他 他说你们这个念头错了 我们要有钱 要供养净空法师 让他去多做好事 他很公平 没有私心 你们想想看 将来决定其他宗教的送供养到这边来了 不同的宗教怎么能不和和呢 所以云荣活活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做互做 这不是理论的 他决定 决定可以落实 所以我教大家最简单 但是一定要认真去做 真诚的善心 真实的爱心 无私 无条件的 供养布施 你只能把这三条做到 多元文化的教学 决定没有障碍 多元文化的教学 就是鸿发立身 效果 社会难定 世界和平 人人都能够互相敬爱 和睦相处 互做合作 才能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佛法 佛法不是空谈 不是谈旋说妙 佛法是教人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各位看看 仔细看看那个经典 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华严经 我跟大家讲解 字字句句都落实在生活上 教我们怎么过日子 怎样工作 怎样除世待人久 这是真实的学问 我们现在要认真努力学习 才取得 静如佛过度修学的资格 极乐世界是佛教大学 那大门常开 只要我们真正想去 想去 这个世间 明文立扬 无欲流程 贪嗔痴慢 要彻底 彻底放下 我天天在这里教人 一定要把自己 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控制 那个念头 一切六道众生 居身烦恼 这不是学来的 你看那个婴儿 两三个月 他就去抓乃瓶 他要控制他了 他不放弃他 你就能观察到 这是私心 自私自利 佛家讲这 居身烦恼 是过去身中 带来的习气 这个习气不好 我们觉悟了 明白了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你的心地 清凉自在 你不再生烦恼 你天天生智慧了 可是这个念头放不下 你心里面就生烦恼 不生智慧 比这个更严重的 是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无 占有的念头 占有就造业 控制是迷惑 不能不放下 一定要放下 为什么呢 大家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上讲的 三心不可得 你要真正明了三心不可得 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自然就没有了 你要明了 诸法应援身 凡是应援身法 都没有自信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金刚经末后说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你对于一切人事物 占有的念头 自然就没有了 你能把这两个念头 写掉 你得大自在 你很容易入大臣之门 入大臣之门 就是大臣菩萨了 不但超越六道 还超越了十法界 由此可知 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 你这个一念放不下 你是凡夫 你那个一念放下了 那就是佛菩萨 我们念佛 往生 不能往生 决定在这一念 这些话 好像是题外之话 没错 与题也扯得上关系 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呢 有一些同学 从外地来的 又从黑龙江来的 这么远呢 很不容易到这个地方住几天 我要不跟他说 我对不起他们了 你们住在新加坡的同学 常常听啊 听了没做到 所以多说几遍 多听几遍 还是有必要的 没做到吧 你们做到了我就不说了 没做到天天要讲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寻修 做不到 如果能够常常听 不要说是哎呀这个话 我已经听了多少次了 不去了 不要再去听了 那你就永远堕落了 要知道 虽然做不到 多听 肯听 听上个十年八年 自自然然 那个心就变了 就会做到了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原先也是凡夫啊 样样放不下了 样样执着啊 但是我肯说 我听老师的话 老师叫我做 我总是勉强去做 做久了就自然了 就一点都不勉强 就会做得很自在 很快乐 才知道 这过佛菩萨的生活 那么下面 这第十月 十月呢 只有一句话 借得神通自在 波罗密度 这一句 神足同愿 我们先讲 神通这个名词 这个世间人 对神通的观念 错误 什么叫神通呢 大概是西游记上 讲的孙悟空 七十二遍 那叫神通 没错 七十二遍 确确实实 是属于神足同 但是 神通的本意 没有显示出来 通是通达 没有障碍的意思 说到就近处 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 你能够通达 对于宇宙之间 无量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现在讲的星球 再讲的深一点 无量无边 不同的空间为次 你都能够通达明亮 你都能够通达明亮 这是通的意思 这叫神通 神奇 超越我们世间人的常识 所以这种通的能够通达的能力 没有办法再形容了 加个神通 神就是不可思议 他这个能力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办法想到 想象得到 那么现在就中国 成为特异的功能 也是设定这段事情 但是特异功能也好 气势二变也好 都没有尽神通 这个明相的本意 佛告诉我们 这种智慧能力 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祝佛如来 古地上 这些德能 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信里都本有的 我们虽然有很可怜 现在不起作用 就好比是你很有钱 你在银行存款几百万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出去叫基层 人家不在你 没钱 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人 自信里虽然居足无量智慧的能 现在是糊里糊涂 一身的烦恼 天天造罪 能力哪里缺了呢 佛告诉我们 你的能力被障碍了 障碍的事情虽然很多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 佛家叫烦恼障 叫俗智障 这两种障碍 把你的智慧德能全 妨碍阻碍 所以有啊 不起作用 佛菩萨慈悲 佛菩萨教导我们 教我们什么呢 除去障碍而已啊 佛菩萨只能教我们 除去障碍 他不能帮助我们 除去障碍 这个道理四十 一定要懂啊 为什么他不能帮助我们 除去障碍 障碍是自己造成的 不是他造的 自作自受啊 自己造作 还要自己把它解除 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办法 带你来解除 这是真理 所以祝佛菩萨 大慈大悲 对我们只能做到两个字 开始 开始 就是顺于教训 开启我们 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自知这名啊 这是佛能做得到的 怎样把障碍去掉 我们自己不知道有障碍 佛这么一说 我们晓得了 我们有障碍 我们明白了 智慧开了 障碍怎么去掉呢 佛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那叫试 试是试饭 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给我们 要学的 受持读诵 为人也言说 说就是开 也言就是试 做示范 做榜样 前几天 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 陈大使来访问我们 他问我 他说发誓 你现在讲进的题目是什么 我说我们有个总题目 学为人思 行为示范 我们今天讲进的时候 不离开这八个字 所有一切经 都是从这个方向 这个途径 来叙说 来叙说 思是表率 犯是模范 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 是一切众生 最好的表率 最佳的模范 所以我们尊称 释迦牧 摩尼佛 天人导斯 我们遵守 佛的教诲 我们心里头想的 念头 想一想 这个念头 可不可以做 世间一切大众的 好样子 如果这种想法看法 不能为社会大众 做好样子 这个想法看法 就要放弃 就得要放下 能给世间众生 做好样子 那可以 道场 要给一切道场 做好保养 个人 要给一切人 做好保养 在家同学 你们的家庭 要给社会所有家庭 做好保养 这叫做学佛 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 常常存这个念头 常常如教修行 修行 行事行为 念头 是异业的行为 念头思想 是异业的行为 言语 口业的行为 身体的造作 是身体的行为 三业 行为有了错误 赶紧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把修行两个字的意思搞错了 什么叫修行呢 天天念经是修行 天天拜佛是修行 口里念经 心里胡思乱想 身体在拜佛 心里还想 那个人给我过不去 我要怎么整他 这怎么叫修行呢 全都错了 所以今天修行呢 大家只搞一个形式 没有实质 执偏重在形式上 形式做得再好 如果没有实质 那就是从前李老师讲的 该怎么生死 还怎么生死 慈云灌顶法师讲的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还是要堕阿比地 一定要懂得修行真正的意义 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 这叫修行啊 修行不着重心事 真干 四面道场 着重心事 那是干什么 唱戏表演 表演给 还没有入佛门 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看 哦 佛教是这个样子 佛教教学是这个样子 让他们生起信心 借引他们来修复 所以要表演 是这么个意思 都要懂得 表演是借引众生的 我们念佛 心里念佛就好了 后边要装个念佛的样子 后边要拿个念珠 装一个做佛的样子 拿个念珠 是干什么呢 是化他了 是大慈大悲 利益众生的 你在马路上走路 你大乘功夫几千 你在那里念阿弥陀佛 你念别人听的讨厌 怎么念法呢 口在动 不要有声音 金刚尺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有声音 让别人看到 他口在动 手上念珠 他在念佛 你看那个形象 他就进去了 阿赖耶识就落了种子 你就度了他了 所以这个是度众生的 自己真干 没有这个形式 一样成就 有这个形式 是戒淫众生的 是替佛菩萨招生的 佛家没有招生 招生 那个口气多大 还得了啊 诸佛菩萨都谦虚 所以说 知温来学 未温往救 你看看 释迦牟尼佛一声讲经说法 哪一个时候 贴了个招生广告 没有啊 没有啥广告啊 人怎么来的呢 学生就招人来的 不是佛道外的招人啊 佛说 我自己不行啊 无德无能没有智慧啊 我怎么敢做你老师啊 都是这么谦虚 所以学生 得到老师的好处了 要向别人介绍我的老师 介绍还不能明说 明说老师不答应 只能够暗示 暗示就做个样子给别人看 让别人看了之后 他来问 他来向你请教 你再给他介绍 这个样子 真正来发心学的是 真心来学的 撒广告招来的 未必是真心 靠不住啊 所以佛法 这个教导 劝化众生呢 都是用情意默化 所以能够收到 很好的效果 我们要懂得 要做好榜样 给别人看 有不少 佛菩萨化现在这个世界 常常到市场里面去度人 外国人讲墨 我们现在讲背后公司 怎么个度发呢 天天到里面去逛 样样货品都看得很仔细 一样也不买 每一天去就会被人发现了 这个人奇怪 你看他天天来看 从来没买过东西 就会有人向你请教了 常常去嘛 大家都熟了吧 连电影都熟了 他来请教 菩萨就讲讲经说法了 我天天来看 是修慧 我样样都明了啊 样样的清楚 我正常智慧 我样样都不买 我修定 我不动心 我在这个地方是定会双修 这是我的道场 我到这来修成就我的定会 这不就是弘法立身了吗 大家一听了不都开悟了 你们看到这些商品的时候 都起心动念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心里乱成一糟 乱成一团 自己辛辛苦苦赚了点钱 全部被人骗跑了 既没有定又没有慧 菩萨在这个市场里 天天在那逛街上 修定修慧 教法众生 那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说法 没有定法可说 随类献身 随缘说法 齐心动念 都是利益众生 都是帮助众生 救我 帮助众生回头 所以 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神通自在 波罗蜜多这一句 是圆满的意思 他的神通自在 都达到究竟圆满 谁做得到呢 说实在话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圆满的做到了 现在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 你如果真正能放下了 能看破了 看破 这两个字也要搞清楚 搞明白 看破是真正明了 就要看破 它是属于会 放下是决定不支出 不分别不支出 是属于定 放下是定 看破是会 对于四十真相 特别是因缘果报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自然不造业了 为什么呢 知道造业有果报 齐心动念 这我们在前面 跟诸位同修讲过 地藏经上讲过 现在每天早晨 跟大家谈话 有同学 要我把感应片 再讲一遍 所以现在呢 都用感应片 这个句子 我们来讨论 中国古人常讲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话不是迷信 真有话 不但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 就有神明住在里头 道教 今天我们去参观道教 道教讲三尸神 住在我们身体里面 上尸神住在我们头部 中尸神住在我们胸部 下尸神住在我们的手足 所以我们里面齐心动念 极微细地念头 他都知道 每一封更生日 每一封更生日 就是每两个月 我们中国过去用架子 一个架子是六十天 一个架子里头 有一个更生 两个月 他会像 中国人讲玉皇大帝 像上帝那里去汇报一次 你这两个月当中 动得起的是什么心念 去报告啊 所以我们齐心动念啊 天地鬼神都知道啊 而且那边都有档案 都有记载啊 阴落王那里有一份档案 逃离天竺了你 有一份档案 还有专门管这些惩罚 那些神明 统统都有档案啊 我们自己哪里晓得 在佛经里面讲 华言经上讲 每一个人 一出生下来 就有两个神 常常跟随着你 一个叫同民 一个叫同僧 这两个神 住在我们左右肩膀上 时时刻刻不离开啊 我们信不信呢 如果你相信了 绝定不敢为非作戴 知道什么 齐心动念啊 一举一动啊 神明见差了 自然不敢造罪业了 你就会欢喜修善了 为什么呢 修善好啊 这些神 两个月都上去汇报一次 我们行善 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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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好果报啊 人天佛报 决定不要 没有什么好想处的 人天佛 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仔细观察 哪里是相福啊 简直是受罪啊 真正相福 逍遥自在 那才叫佛报 你世间富贵之人 你说应酬多少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天天要给那么多人去拉手 喜欢拉的要拉 不喜欢也要拉一拉 你说那个多烦人 多累人 许多应酬场合 不能不去 尤其现在会太多了 我看到那个害怕 所以佛报是 清福好啊 宏福不好想啊 清福好 清净自在 真的是一生生活在定辉之中 不要生活在烦恼里面 不要生活在应酬里面 以应酬 以烦恼 去度生活 没有不得罗的问题 不但是佛法修学 不能成就 事法也不能成就 这个波罗蜜多 那就更谈不上了 那么说到神通 说到小的 这个神通自在 随着你定会功夫浅身 有大小深度不同 那么在我们人间 有少数报的 有一些修的 佛在经上说 你有禅定 你就有神通 你就有这个能力 能力大小 随着你定功的前身 定功越深 你知道的范围越广 也能知道的很详细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欲言 欲言根据什么 我年轻时候好学 也好问 我曾经就这桩事情 向张家大师请教过 向黎明南老军师请教过 他们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所有语言的根据 波外乎两大类 一类是数学 像中国古代 许许多多语言 根据一经 一经是数学 从数理上推断 那么这个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世纪 十六世纪法国的 语言家 诺斯多玛 那么他的 那个语言也是数学 他精通天文 他是看着这个 西方人讲 占星书 占星书是高深的数学 推断的 今年8月18 十大 十大星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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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星星 聚集在一起 他推算出来的 你看看 这是在四百多 四五百年前 他能够推算到 这个太阳系 星球的运行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根据 数学 根据 数学的 不能完全 可考 有的时候 算 差误了 很小的 差误 就有很大的 不同 变化 另外一个 来源 是 陈丁 丁中 亲自 看到的 境界 那就没有 差误了 但是这个 少 丁中 能看到 这个境界 这个 可考 程度 就高了 但是 现在 我们发现的 有一些 预言的时候 不是 素理 也不是 陈丁 而是 从哪里 来的呢 从 灵媒 来的 这个 不是 自立 他里 来的 他里 来的 那靠得住 靠不住 很难讲 中国的 这个 嫁妓妇卵 是靠他里 我过去 在台湾住 台湾有个 云寻学士 那里头有几个人 我跟他很熟 他们经常 扶乱 我就参观过 参观之后 我非常怀疑 我向张家大师 请教 不知道 有没有道理 我说 我很小时候 在福建念书 十一二岁 福建 扶乱的风气 很深 但是那个扶乱 我看到 我相信 为什么呢 他那个鸡 盘了 沙盘了 它是两个人扶的 不是一个人 而且这两个人 扶乱的这两个人 多半不认识 找些什么人呢 拉黄包车的 挑水的 卖柴的 找这些人 随便在这 找他来的时候 请他来扶 他扶的时候 很慢 那个字写的很规矩 我们在旁边看 都认识 大概一个小时 可以能够写 三四十个字的样子 多半都是诗词 技术 我们在旁边 看得很清楚 这两个人 不会写字 不认识字 我看到那个 很相信 可是我在台湾 看到我不相信 为什么呢 福兰是一个人 包办的 别人就不行 就不灵 而且我在旁边看 看了很久 一个字都没看出来 只看到那个 就在动 动的速度很快 他嘴巴里头念 不到几分钟 底下记录 写几千字 所以我把这个情形 向张家大师报告 张家大师告诉 这是弗乱的 灵鬼 假借佛菩萨 神仙的名义 他也来修功德 做一点好事情 多半是劝人行善 绝对不是佛菩萨 也不是上帝 许多假戒激功 绝对不是激功 都是冒充的 但是这些灵鬼呢 都不算是坏鬼 都算是好鬼 善鬼 他们也有些小神通 小事情 他说得很准 大肆 他就胡说八道 骗人了 很近的事情 三天五天的事情 讲得很准 很灵 如果说上几年 几十年的事情 绝对不可靠 他说了也不负责任 你也找不到他 张家大师最后告诉我一句话 满清王国 王国在复乱 慈禧太后很相信着 国家的大师 是嫁及夫乱来寝室 把国家给忘掉了 这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国家要心 听于民 国家要亡 听于神 听鬼神 国家就会亡国 听老百姓的 国家会心亡 我们老祖宗 古神仙仙 有智慧 不迷信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这些外国的预言 只可以提供参考 警觉 可不可以相信他 你要相信他 你就被鬼神欺骗了 对我们的警觉 于是有灾难 又要提高警觉性 断卧修善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肯定 佛是一个究竟 圆满 高智慧的人 他对于宇宙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且告诉我们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又告诉我们 一切法 为心相生 又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 正报转 我们遵守这些原理原则 就知道 如何把这些灾难 化解 为什么呢 你知道 这个灾难 是怎么形成的 是怎么来的 你只要把这个夜阴 给它解除掉 果报自然就变了 所以佛法有大道理在 绝定不迷信 个人 能够断卧修善 改造自己的命运 叶家人 能够断卧修善 你就改造你的家运 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 多数人 都能够说福 多数人 都能够断卧修善 相信英国 这个地区 不遭难 一定的道理 所以灾难 这不是说天然灾害 没有这个道理 讲不通 天然灾害 也是人 善悟 业力 感到的来 所以要解除 这个灾难 化解这个灾难 只有 我们每一个同修 都有责任 到处 劝人 相信英国 劝人 断卧修善 能够接受的人越多 回头的人越多 向善的人越多 这个地区 灾难就没有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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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真正得大自在 得自在之后 一定要知道修学 累积功德 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极得累功 这两种事情 最殊胜的云 无过于供养祝福 有这种能力才能够便供祝福 这段经文里面 周便巡礼供养 周便巡礼是神祖统 供养呢 才是第十亿元 便供祝福元 所以这一句里头啊 它是两个意思 我们要分开来度 周便巡礼 和周便供养 这两个意思 那么有了这种能力 才能在很短的时间 因恋情啊 不需要费很多的时间 因恋情到底是 多么长的时间 古人注节里面 给我们讲 这个念 就是刹那 凡于刹那 我们 中国翻作念 翻作一念 这个一念 就是一刹那 那一刹那 有时候多长的时间 古书里面 有说 一坛纸 有六十刹那 注意一下 一坛纸 一坛纸的六十分之一 交易里 可见的 这个时间呢 非常非常的 短暂 我们一谈纸 不需要一秒钟 一秒钟 我们连续 快速的来谈 大概我可以 一秒钟可以谈四次 一秒钟的四分之一 是六十刹那 六十个刹那 这个时间呢 是相当的短促的 他就有能力超过 一 那由他 百千佛长 我们要 冷静 仔细 去思维 这种速度 能力 确实不可思计 几乎是齐心动念 就周边 就周边 舍方三师 一切祝福 插团 我们想想 这是什么人 能做到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法身大肆的境界 换一句话 是 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都没有这个能力 他们也有能力 参访 诸佛 插图 但是范围 没有这么大 佛刹 没有这么多 而且时间 还很长 不可能 在一念之间 周边 舍方 诸佛 插团 这个是 见信的菩萨 才能做到 我们常讲的 法身 大肆 何一说 法身大肆 能做到 正得清净 法身 其心动念 与法性相应 法性 没有障碍 花音经上 我们读到 理事无碍 四思无碍 他行 那么由此可知 经文上 跟我们讲的 所有众生 生活过这 这一句话 包括我们在内 我在上一次 跟诸位 特别说明 我们怎样 在这一生当中 才决定得 神几土 决定要往生 神到西方 极乐世界 品位 确实 有高相 我们今天去往生 当然是 代业往生 代业往生 神凡胜 同学徒 我们今天 所住的这个环境 是释迦牟尼佛 娑婆世界 凡胜 同学徒 到极乐世界 也住凡胜 同学徒 可是 西方世界的 凡胜 同学徒 跟 射方 祝佛世界的 凡胜 同学徒 大大的 不相同 我们世间 凡胜 同学徒 谁有这种能力 周边 行李的能力 没有 周边供养 更谈不上 我们凡胜 同学徒 里面 有小臣 圣者 住在这个世界 也有大臣 菩萨 也住在这个世界 所以你们诸位同修 要知道心里要有素 在中国 文殊菩萨 住五台山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在中国 历代 许许多多 有缘的 大德们 常常见到 举例我们最近的 虚映老后山 超五台 德文殊菩萨 帮助过 很多次 菩萨真住 那个地方 普贤菩萨 住在 欧米山 地藏菩萨 住在 九华山 地藏菩萨 也显身 我过去 有一个老校长 他的夫人 就亲自 见过地藏菩萨 那个时候 他们家住在南京 地藏菩萨 到他家化园 化五金香油 那个时候 我们校长夫人 我们私母 没有幸福 没有给他 以后后悔默契 观世音菩萨 住在 普陀山 最近 普陀山 观音菩萨 向开光的时候 新加坡 我们李会长 率领了一个团 去参加 亲眼看到 观音菩萨 在空中视线 他回来告诉我 他说那天 看到天上 好像一个门 打开 然后就出现了 四朵莲花 接着看到 四大天王 最后 观世音菩萨 大天王 当时有好几万人 在场 都看到的 这个不是假的 听说 还有人落下 那么现在 西方人 有很多语言 说将来 这些地方 都会沉没到大海 那沉没到大海之后 我们就问问 观音菩萨 住哪里呢 地藏菩萨 住哪里呢 既然是 佛菩萨 所住的地方 决定有 天龙护法 永护法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有信心 灾难 是肯定有 避免灾难 不是没有方法 我们跟着佛菩萨走 就不会有灾难 违背了佛菩萨 恐怕就会有灾难 他们西方人 也是这个说法 信仰上帝的人 可以信免 这个灾难 不信仰上帝的人 都要受惩罚了 所以他讲 惩罚是有条件的 条件问题 是不信 那么我们听了这些话 是不是要去改信基督教呢 这些言语 里面含的意思 都很深啊 你要能懂得它的意思 怎么开经济 是不是明明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啊 那些宗教信徒 我们也要告诉他了 愿解明 我们下来 愿解